车机明明已经这么强悍了 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手机在车机里边去扮演一个角色呢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是车机的算力还并不够 拿我们最新的座舱芯片高通8295来说 它的算力是30TOS 而手机这边最新的8进3已经做到了73TOS 翻了整整一倍还要多 并且车机的算力是很明显 因为你不会经常去换车 但是手机很多人可能都是三五年一换的 其次是车机的生态还并不是那么的完善 没有一家软件开发商会专门为了几十万台的车机 去做专门的软件适配 因此想办法把手机的应用生态平移上车 这是最好的办法 目前来看国内市场做手车互联的有三家 分别是手车家全面布局的华为问界 为了手车互联专门造了台手机的未来 以及领克全新的弗兰尼AUTO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体验有何不同 我们首先来看连接和启动的方式 三家的初次配对体验都算得上是简单方便 主要的思路差别体现在配对方式上 你有缝和未来连接 需要确保手机和车机登陆同一个未来账户 手机和车机网络畅通的情况下 二者会自动连接 而问界除了可以同账号自动连接外 还能通过车机应用抽屉里的超级桌面接口 或是鸿蒙手机上的超级终端进行连接 来到领克这一边 你只需要拿上一台魅度手机走进车内 它就会触发连接的弹窗 就像是在连接不像耳机一样简单 总结在连接上 未来实际更注重的是一种无感的连接体验 问界则保持了鸿蒙系统一贯的交互方式 而领克的做法其实相对来说是更符合直觉的 就像我们平时去连接AirPods 或者说其他各种熟悉的无线TWS耳机 一样简单方便 接下来我们看到启动方式 未来提供了三个手车互联的入口 分别是把手机座面原封不动搬上车的天空式窗功能 第二个是未来自己打散APK重构以后 用手机算力在车机上运行的Neolink应用 第三个则是未来借用手机的算力 去做了一个单独的游戏中心 问界是把所有的入口都集中在了超级桌面 这一个抽屉里边 手机上的APP会遵循鸿蒙车机的UI设计和排布规则排列 最长的应用会被置地 鸿蒙但是并不会让所有的应用都跑到车机上面去 这方面应该是鸿蒙自己出于优化上的一些考虑 领克所有的入口也像华为一样 其中在了领克叫做无戒桌面上面 但是领克给了你两种显示模式 第一种领克它自己叫做平行映射的模式 在车机上评估并还原手机的每一页 在不改变你的使用习惯和应用布局的情况下 还能够一目了然地看清楚手机所有的APP 第二种就是重映射模式 这个模式其实就有点像华为的那套鸿蒙车机 让车机显示屏显示手机应用 用车机的UI逻辑和图标 让你更方便地去点击 所以在这部分未来的入口其实稍微是有一些偏多的 我认为上手难度是有些大 问界的方案更像是一个手机厂商的强项的做法 而领克则像是把效率优先和美观优先 两种显示方式都给了你 这不得不说很魅族很贴心 接下来我们来到交互体验 比起怎么打开用起来感受如何 其实更值得大家地关心 如何在车机上去操作手机的应用 在这里边三家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了 蔚来首先做的是比较两极分化的 三家中只有蔚来的Neolink应用 是针对车机品做了专属的适配 这个是由蔚来的团队他们亲自下场 从底层打散APK进行重构 所有的布局都和蔚来车机的特征深度绑定 因此它的使用体验是最好的 到了复制手机界面的天空视窗功能里边 它的脚步体验可就比较一般了 主要表现在呢 第一它的返回逻辑并不是太亲自 手机投屏上的侧边返回手势 会和车机自带的状态栏出发冲突 有的时候遇上了吧 这确实体验不太好 第二呢就是手机界面会占据大量的车机屏幕空间 遮挡车机的交互 特别是考虑到现在未来的这个车机屏幕啊 普遍都比较克制 在这么克制的一个车机屏幕下 加上这么大一个手机投屏呢 确实会让空间的使用显得更加的局促了一些 不过呢在私密港的营造上 未来不得不说是做的最好的 如果说车上有其他的乘客 天空视窗是无法直接打开的 第二个呢就是未来呢它会调用UWB的技术 来精准的识别操作人究竟是坐在车里的哪一个位置 可以实现针对性的车控 来到问界这边呢它其实很明显是想把华为平板那套已经非常优秀的交互体验 可以照搬到车机上来 那么华为平板最优势的交互是什么呢 那毫无疑问就是平行世界了 问界上的超级桌面自然也是遵循这一套逻辑的 对于支持的应用呢同一个应用的两个层级 可以填满整个车机的屏幕 这个视觉的冲击力真的是非常强的 应用内的交互呢也十分的简别 对于那些不是那么支持的应用呢 华为也会选择全屏的打开 同时呢在全屏打开的时候呢 你是没有办法去对车机原本的一些UI 进行一些交互和操作的 而交互其实是领克的一大卖点 在领克的无界桌面里边随便打开任何一个应用 应用会默认一个小窗的模式打开 并且呢会放置在离驾驶者更近的那一侧 领克呢还十分贴心的做了车机其他UI的避让 第二点呢是领克做到的手机应用 和车机应用完全一样的交互逻辑 比如说我现在打开一个车机端的应用 同时呢我去通过这个无界桌面 去点开一个手机的应用 那么对于他们的交互操作 在这领克上面是做到了完全一样的 领克呢还考虑到了多任务切换的要求 双直做画就可以挂起小窗 但你需要的时候呢轻轻一点它又回来了 这和魅族手机上的小窗逻辑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手机界里呢有一句话就是 魅族的小窗其实就是最好的小窗 同时呢两大魅族手机的经典元素 M-Bank和Smart Bar也一并来到了车上 关于这个M-Bank更像是一个常驻的全局返回手势 无论小窗在屏幕上的哪个位置 你都可以按这里单击返回上一集 第二呢就是Smart Fun 你的所有的实时活动的信息都可以在这里实时待命 并且可以一见之大 总的来说在这个环节缺少手机厂商支持的未来 通过重够应用给我们呈现了交互的新思路 温介则是牢牢守住了平行世界这个华为创造的大致最优解 而令克则是给人惊喜最大的那一个 创新的双端变形操作和全局大通的手势和快捷方式操作 让手机和车机融合更近了一步 相信未来一定会有很多品牌会跟进至今令克这一套操作逻辑 接下来我们来到应用的流转和跨端交互 首先我们说一说应用的流转 未来的导航流转主打一个无缝和隐私保护 在手机上开始的导航会在上车后自动在车机上继续导航 同时未来会读取手机的剪贴板 自动的去提出那些非地址信息和敏感信息 将地址呈现在屏幕上作为导航建议地址 不过未来没有办法实现音乐的自动上车流转 如果你想听音乐 你只能通过天空视窗这个应用 打开手机上装的音乐APP来播放音乐 NEO LINK应用可以在手机上选择 在车机上进行打开 对于鸿蒙的生态 问界在应用流转上是无愧于那四个字 摇摇理先的 手机上的音视频 甚至是视频通话 都能够无缝的流转到车上面去 音乐流转对于问界来说 也自然是小菜一碟了 问界还是对三者里面 唯一一个可以通过方向盘按钮 控制超级桌面上的音乐应用的切割上下取的 领克对比去问界来说 可以说也是毫不逊色 导航的无缝流转 采用的是和问界六色的思路 也就是说手机搜索的地址 会自动捅不到车上 有一点其实是问界和领克都想到了 那就是下车后的导航流转回手机 其实这个功能 对于解决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是十分重要的 毕竟谁也不想下车之后 在严寒中还要重新去设置导航的目的地 在流转方面 领克可以直接在手机后台 选择将哪一个应用流转到车机上使用 如果这个时候你带着手机下车 那么流转到车机的应用 也会无缝的流转回手机 整个操作是十分的符合逻辑的 跨端交互方面 蔚来基本上做得了是该有的都有 蔚来的Neolink应用 可以实现对座舱摄像头的调用 有些时候你想在车里用飞书开个会 你就不需要再举着手机了 直接用车机的大屏 配合上车机的摄像头 整个会议就可以非常舒服的进行下去了 同时同一个应用可以在手机端和车机端 是可以来回的自由切换打开的 你在哪个上面操作 应用就会切到哪个上面来 不过手机和车机端的Nomi 确实互相独立的 意味着车机上的Nomi 是没有办法控制天空视窗里边的手机应用的 嗨 Nomi 我来了 打开小胡书 还没有安装这个应用呢 这个部分呢 问界是依旧遥遥领先的 超级多面同一个应用 也可以在手机端和车机端自由的切换 Flabinink不仅可以实现坐舱示范头的调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充分体现了魅族一贯对于交互的深度思考 手车互联这条路还真不是每个车企都能够往这转的 首先来有几个 第一 你必须要由手机厂商硬件及底层级的支持 其次呢 你还要自己构建出一套多端互联的生态 当然最重要的 你还得有足够的钱去支撑它 今天我们体验的这三家 尽管在细节上各有千秋 未来用硬件思维去打通软件体验 华为作为国内全场影视面的领头羊 他们是怎样去做流转 怎样通过他们身后的积累 在车机和手机上实现了同样优秀的交互逻辑的 顶客则和魅族联合 给我们带来个超预期的交互逻辑优化 那么另外那些还没有布局的车机 是会选择打不过就加入 还是另取炉灶呢